继微微一笑很清晨后,杨颖再次合作了一些,这下说啥都要追了,Angela Baby这个名字现在在娱乐圈里面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了吧,不管是人气还是资源可都是相当不错的了,不管是在综艺节目还是在影视圈这方面也都是有很不错的成绩的,虽然Baby的演技一直以来都是受到了大家的吐槽的,但是细心的网友还是能够发现其实Baby这几年的演技还是进步了不少的, 值得一提的是,这已经是Baby和李线两人的第二次合作的了,在之前的微微一笑很清晨这部电影里面也是由李线的出演的,当时的李线出演的就是男主角肖奈的室友于半山这个角色了,戏份还是比较多的,而这次两人在微微一笑之后的再次合作也是让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呢